我會剪刀 你還沒放你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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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你了啦 你再看一次 兩次等下 兩次等下 為什麼一次不夠 多少錢 如果我只有你 我只能夠直線在這樣 我想要怎麼反對 也是不贏了 所以我打一個感覺就準備好了 我要怎麼這樣 這一個是可以幫你 我可以幫我 我都知道她想幫 所以她是這一條線 我可以講是先幫你 那如果我想要幫我 其實要讓自己變成 所以她要是自己 她有經歷可以這條線下去 那她要再中間 自己都會在當圈 等一下都會好長喔 你要讓他在中間 他必須要在中間 他現在不在這裡 他現在在中間 他現在在中間 因為我剛好看到 蛤? 他現在在中間 他現在不在中間 他現在不在這裡 他現在在中間 你沒有畫正 重畫一次 太歪了 你要對著 我們這點幾合 你知道嗎? 現在不是上過了嗎? 那你這個好 不好意思 我感到很抱歉 老師說有畫好看那個 先殺掉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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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做什麼 是嗎? 今天要做什麼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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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幫你 我幫你 你們在做什麼啦 沒有 上課人在做什麼啦 為什麼還需要我管你們啊? 有人在做什麼 你沒有辦法 不曉得應該做什麼嗎? 在這裡 要坐 是嗎? 一定當了 我幫你 面對 fried 被 嚇得 電話 真的 要 很 大家出去的时候 你要先确认 不是学六号的 你要先确认那一下 就是这种感觉 先插个 我们那个是浪化的 所以 我是浪化的 所以浪症 我们两个再两次 就一定 我要画出他的中垂线 我是要他的中垂线 我要他的中垂线 所以这两个也不能随便乱动 对不对 所以我是要他们的中间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中间 对他们来讲的中间 所以原器 你现在要压在这个的上面 不能改变 压在这上面 我透过的 你要来办到这一个 对他跟对他的领域 就一定 对他跟对他的领域 那上面说一个 因为我是这一条的中间 所以你要找这两个 你原型要压在这两个里 不能随便弄化 因为我是要这一个段落的中间 所以你要破过这个的话 破过这个的话 第一个中间有我们的二维 还要在 你可以直接画在下面 这是一个中间 压压在这里 因为我是对他们的四维 接下来 这这中间 这个是中间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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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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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我有交貨,不記得 兩個先合位置 好,同學,你先看我這裡 來時候,你看我這裡 這個是第二點 來時候,你看我這裡 發動的跟 通過 不是通過那個 那個點好不好 通過這個點 畫的畫 通過這個點,畫 這樣就是多線 這樣就是多線 這樣就沒有關係 這個線就跟他沒有關係 這個時候就不用 水,水,水,水 一個有一個瞬間 這個瞬間不是個 這個叫什麼 切 如果剛 如果我們眼在外面畫出來 切線,先把這個畫出來 有把這個畫出來的絕情 少數 其他的,還很多的可以畫 你要試著去看懂 什麼意思啊 自己畫 這個叫做徒手畫 還會是齒規喔 這個是徒手而已 徒手畫 所謂徒手畫就是 你憑感覺去決定 憑感覺去決定 欸這裡就是切 憑感覺去決定 這裡就是切 就好像你憑感覺去畫 欸這個就是垂直 這樣 這叫憑感覺畫 我憑感覺畫垂直 這叫做徒手畫 我一直在跟你講 這檔點有在嗎在這裡 他要保證垂直 他一定會掉一個東西去 掉一個那個重量東西去 保證你不是垂直 他絕對不是憑感覺在洗掉那樣 你也讓你實際上去看人家什麼時候 他絕對不是憑眼睛看 你看 我覺得這樣子是正正的喔 我就這樣子施工了 不可能啊 那腎子的身體 絕對有嚇人在看 那有一次你會帶我去 我說蓋彎 可是只要說歪一點歪一點歪一點 這個王子就糟糕了 他一定會有東西在撐好 你現在在做的事情不一樣 你憑感覺用你的尺畫出來 這條線就是憑感覺畫出來 這個不是有方法的話 但是你知道答案在 答案大概在這裡 就是要大概在裡面 那第一小題 做的是你自己做這樣的動作 大概的 但是這個大概 這個大概的成功成功在哪裡呢 這是切的 這是切的 這個應該怎樣 垂直 先把垂直畫出來 然後接下來 我就是要利用這個圖 來旁邊那裡 我利用這個圖 等一下我旁邊那裡 就有辦法畫出來 目前你剛剛還沒有畫出來 就是你怎麼利用 工程的方法 你知道嗎 我是用目測 我剛剛叫做目測 我拿指指 我拿指指 覺得大概就在那裡畫了 我自己叫做大概 大概就那樣子畫了 我叫做大概 雖然我是拿指指畫的 還是大概的 譬如是敏感型畫的 師公絕對不是這樣做的 他覺得不能平感覺 欸這樣平頂的 平感覺這樣指指的 不可以這樣子 就用手拿鴨子 有人家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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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就是 用工程的方法 很精準的在做 也不是保護證 起規就是精準的 就是幫忙 而是要去做 煮的 手掌 他太不一樣 他真的要有 這裏 一種 還要一個 可以 全 那 全部 他 全 很多 他 也有 有 有 所以你的切片你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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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對 哈哈 為什麼不對呢 一開始就知道 所以你不小心這裡畫 所以你首先知道 拿在這裡 然後再用使用來畫 確定他是不是 這樣有點 這樣確定 你切線還沒有畫 通過A點畫切線 通過A點 通過A點畫切線 B 通過A點這個都是割線 這是割線 你知道嗎 我要通過A點 通過A點畫切線 切線 我這樣擺 我這樣擺是割線 對不對 我要怎麼擺 可以變切線 怎麼擺 這支筆要怎麼放 我要通過A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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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它 一定要通過它 可以嗎 你放的時候 一定要通過A點 來放 怎麼放 這樣不是切線啊 你要碰到遠才是 這支筆要怎麼擺 這個OK 但是你垂直沒有畫 同學 你們圖形沒有完整 WOW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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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請你們第一小禮 請你們完整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們沒有畫垂直 好啊 先把這個畫完整 好不好 你還沒有畫呢 不想幹怎麼辦呢 請你看一下好不好 你也還沒畫啊 這個是通過這個點的垂直線 但是是要跟它相切 所以你畫了那條線 跟它完全無關 所以你畫了那條線 這樣喔 你也還沒畫 好不好 你也沒有畫完整 你也沒有畫完整 稍微要23 你也還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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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同學 至少四五個以上 你有跟上來 來同學看好這邊 麻煩你們暫停 我們看第二題的第一小禮 第二題的第一小禮 第二題的第一小禮 請你手比著它 第二題的第一小禮 搞清楚了嗎 我們再看那裡 外面有一點A 通過這個A點 它不是有螢幕上畫了一些 畫了一些勾線嗎 通過A點 它畫了一些勾線 對不對 對 追一天啦 追一天啦 你會了你就忍耐一下 沒辦法 因為你們一直沒有跟上 我必須要重複 不然我再講這裡 看好這裡 第二題的第一小禮 通過A點 我題目上面給你示範的 字幕的那個勾線 對不對 它會把它分割成你的部分 題目請你 請你用直覺 通過A點 利用直覺畫 就是主手畫 要通過A點 所以你在畫的時候 在畫的時候 你一定要通過A點在手 怎麼畫都可以 可是它已經幫你畫了一些勾線了對不對 那其實你畫了什麼線 那其實你通過A點要畫切線 所以你應該要畫出這條切線 所以這邊有一條切線 這裡也有一條切線 你要把這兩條切線畫出來 所以通過A點畫切線 第一條在這裡 第二條在下面這裡 然後它為什麼是切線 它一定有切點 切點跟圓心連起來 這裡一定隨時 切點跟圓心連起來 它一定隨時 一定有把這個畫 我要先確認你們每一點 這個都畫好了 至少還有三分之一沒有畫 你知道嗎 看懂自己畫 垂直的符號上去 垂直的符號一定要上去 這一個畫 這一個的畫法叫做什麼 這一個畫法叫做通過這個點畫切線 欸我才知道怎麼畫了 你只不過就是 你只不過就是很有感覺 那你應該在這裡 所以你這一條就畫得很接近 一下我都可以畫切線 如果依上你的畫法 我隨便畫都可以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如果你畫這條可以 那我畫這條也可以 你是憑感覺你知道 應該在這裡 所以可是如果依上你的下 依上你的下 我應該可以隨便畫 真的 你的下體 依上我的下體 我可以隨便畫 因為這樣隨便畫 它就沒有機會跟分別 所以這個方法是說 你剛剛我跟他講過的 一樣 依上你的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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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畫這一點 對 那依上你的下體 我隨便畫就對了 因為你 你怎麼知道要畫這裡 你怎麼知道要畫這裡 我怎麼知道 你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通通過 我可以隨便畫 隨便 隨便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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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畫出來 隨便畫出來 他的切線 這個點的切線 可是這個點的切線 不能夠 因為你知道 可是他有感 他大概會這樣 所以你才會選擇這個 可是如果你從這裡以後 就不能夠 他不能夠 他不能夠 請你們利用圓周角 就是利用那個圖 那個圖很重要 那個圖很重要 我要利用那個圖 來畫 右邊那個齒規 想法又在左邊 用左邊的想法畫出右邊的圖 看得出來了 這個是用齒規 不是平感覺 對 但是 但是你後掉一個東西 你知道要用這個畫 對不對 這一題節目出的畫 讓你直接的 讓你直接的 直接的 可是他是不是 從姿勢 大概一後不及 對不對 瞭解一下 因為發現他平衡太重 你看 那樣 想法到位 然後擦掉什麼 就是這樣講 對 就是這樣 對 不像那個想法 厲害 這個一樣是憑感覺 它是憑感覺不好 去想 這個叫做通過它隨便換一條時間 好來 有兩個你自己想出來 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有人看我這邊 我還是會協助你讓你自己想 所有人看我這裡 我的重點在 如果你們現在學班只有兩種 我會畫以畫其他套位 看我這裡 通過圓上任何一個點 你都有幫我畫切切 對不對 隨便一個點 你只要跟原心連起來 利用忠誠線就放得到 現在你們應該都會 才可以說兩個不確定 認了一個點 你都有幫我畫我 那是因為有點 對不對 有點就可以畫 剛好這裡 有點就可以連畫 你就可以拉出來 然後利用這兩個來做忠誠線 然後就會 有點 有點 這裡呢 沒有點 點在外面 不在上面 在上面我會畫 在外面呢 我怎麼知道點在哪裡呢 你知道你知道你的感覺在這裡 可是這叫感覺 因為你的感覺在這裡 所以 好我知道大概這邊 所以我就這樣 然後再利用這個點 來畫畫切線 所以你充其量畫的是 通過這個點的切線喔 這個點的切線 代表會通過他 所以你會發現 你還是在抓一個點 那我不要講話 看我這裡 你是在抓一個點 你通過這個點 來畫這個圓上的切線 所以你是在畫這個點的切線 你不是在畫這個的 好再來 接下來 接下來 切線的最重要的特質就是90度 切線最重要的特質就是90度 這個點 我怎麼 我只要有辦法看到90度 我就可以 我現在的目的是 所以你們的目的是要得到這個點 想辦法要得到這個點 還有這邊還有一個點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怎麼讓這兩個點出現呢 對不對 我怎麼讓這兩個點出現呢 這兩個點如果想要出現 這兩個點如果想要出現 它必須滿足一個特性 這裡必須是90度 或者這裡必須是90度 它必須符合這個特性夠的 物 知道怎麼的話 那我再留 這一個點存在 它必須讓這裡是90度 這一個點存在 不需要讓這裡是90度 所以我要讓這裡是90度 那我怎麼讓90度出現呢 圓 我要做一個90度的腳 非常地有力 因為 圓心 我一旦切過來 這裡就會180度 對不對 圓勾獎 啊 從180 這裡好 轉90度 對不對 所以呢 這裡也是90 這裡也是180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先不要講話 好 先聽我講 就是這裡180 這裡180 所以我保證這裡一直90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怎麼讓這裡有90 這裡也有90 只要我有90 就好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你能不能把這個肚子 放在那上面嗎 嗯 再講一次 圓心 半點直進 半點直進 這裡180 這裡180 這一個保證就是90 因為他們兩個的關係就是1比2 所以這裡180這裡就是90 一樣的道理 這裡有180 所以這裡的保證就是90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有圓 有直進 只要我有直進 我有圓 我就可以保證這裡 這裡給你一次 所以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個是直角三角形對不對 他的圓在哪 這個是直角三角什麼對不對 他是把男藝人擦掉 這個是直角對不對 代表這裡會有什麼 代表會有半圓 所以不想說 這裡不許是直角對不對 所以代表這裡有什麼 對 這裡一定有半圓 對不對 這裡是直角對不對 對 所以代表這裡也一定會有什麼 半圓 對 現在上面那個半圓 對下面那個半圓 是同一個 是 對誰看 對 對誰看 對誰看 人心 人心看的 對這一條看 對不對 知道 知道 所以 直角 在這一條 對面 就有一個半圓在那裡 你就說這一條是直徑 對不對 對 有直徑 你就可以把圓畫出來 所以請問一下 這一條 應該要先有什麼 他目前都只可以畫了幾十 你自己喔 其他人 我再嘗試 這個 就在裡面 想法會在這裡而已 加泡肉 加泡肉 加疵 盼 加白骨 加二 所以如果把圓插掉 這裡或是直角代表當初這裡可以插掉半圓 代表當初這裡也可以插掉半圓 所以我們把這個圓畫出來 這條是直徑的 所以我只要能夠找到直徑 我就沒有畫圓 我就把那個圓畫出來 所以這裡有直角對不對 這裡也有直角對不對 你把這個連起來 這個直角三角形 這樣 這個直角三角形 這裡可以出現直角 它不就代表這裡有一個半圓嗎 對不對 這裡是直角 它不就代表這裡有一個半圓嗎 我說好囉 有嗎 如果這個是半圓 這個是半圓 就代表是同一個圓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共用這一條 這一條就是它們什麼 直徑 有這一條直徑 有這條直徑 就有辦法 這個圓畫就有 直徑 我看你們有多少 你可以直到這裡 啊你是直的 好啊 好啊 你來看看 可以嘗嘗 你幹嘛 很厲害 不錯 ok了請你 下一頁第三頁 一家五五六妹 我不知道我是定不定 好 好 往下一頁 不對 呃 有問題 因為你缺了一個東西 你怎麼把這個圓畫出來 圓心跟這個圓畫出來 你也是一樣 想法 對 但是我怎麼知道這個你自己圓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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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了 好了 好 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圓心在這裡嗎?你確定嗎? 這個圖寫出的不是很好 圓心確定在這裡 圓心,你一定會剛好在這裡 圓心,你一定會剛好在這裡 圓心,你一定會在這裡 圓心,你一定會在這裡 圓心,你應該是要畫出來 圓心,圓心必須是畫出來的 想法,對 想法到位了,就有一個問題了 圖寫出的不好 這個點,不一定會剛好是它的終點 因為A,我是隨便放一個點 我是不小心放得很接近 它其實沒有剛好 它差一點點 所以這個的終點 你應該要用畫的畫出來 這一段的終點,這一段 因為你是把這條當紫鏡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要畫它的終點線 來找終點 想法,對 對,因為是畫好了嗎? 沒有畫味 好,快畫完了 你知道答案在哪裡嗎? 你知道答案在哪裡嗎? 想一下 老師啊 你的圖寫其實已經快結束了 但是你知道答案是誰嗎? 應該是對了 答案在哪裡嗎?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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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要切線 欸,對 少畫了一個 可以長長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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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沒有畫嗎? OK 好 這個 這個啊 因為我題目出的畫 題目出的不太好 可是 他自己有畫中間嗎? 這個點 看起來很像他的中間 對不對 有這個點 老師說他沒有在 他沒有真的在中間 對不對 對不對 有畫的 知道 這個點沒有剛好在他的中間 不好了 不好了 所以如果這樣 到底是這個 對 想法對 畫靠青 你的想法對 至少 你的想法是對 想法對 就是穴道 想法對 能絕到 對 想法對 想法對 我在這個點 如果靠近你 有看到嗎? 這個點如果靠近你 對 你就不能拿媽媽當原心 來 同學 放到這裡 如果這裡 我靠近一點 他的連起來的原性 就不會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你第一個動作 應該是先把原性跟他連起來 連起來是他要利用這一個畫圓 對不對 利用這一個畫圓 所以你要用工具 我要畫圓 所以這裡要當直徑 對不對 當直徑 所以你要畫什麼呢 找出半徑 找出半徑的方法就是一樣 找出半徑 這個是利用兩次的對稱 對不對 就會看到這個連下來 這個連下來 這個才叫做這一條的終點 終點不一定會在上面 你要有這個畫圓 然後接下來 再以他為原性 這個就有半徑的 再把他的連起來 這樣畫完 還不知道答案在哪裡 這樣沒有 這樣靈分喔 這樣是靈分喔 對 這樣是靈分 答案在哪裡 答案在哪裡 你要知道答案在哪裡 答案在哪裡 這個圓 跟這一個圓 跟這一個圓 我不行不準 因為我剛剛這個畫圓 他自己畫 所以我不行不準 好 哥 請你們自己畫好不好 好囉 好囉 好 大好的人 請你們 好 Gobot 好好的 你繼續往下嘛 第三頁 五十五十六 八十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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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